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飞飞 我们东北现在开始大面积的收割玉米了 然后今天我上舅舅家来 他家邻居玉米已经收到家了 然后今天收完了之后就准备卖 一会儿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看现在是2021年的10月23号 黑龙江机器玉米的最新价格 这今天新包米 然后这个舅舅家的邻居 把这包米刚给收回来 今天包米长得还挺好 它橙色啥的挺好的 它粒的也不少 这就是个机器收的 这直接就卖了不就 这直接就上车就破坑了 多些亩地今天种的 三十多亩地 三十多亩地啊 这全收回来了不 今天玉米产材是啥样了 小红粥 红粥了不 我说什么 看完了看见四个时候 今年就按那个产量一米地能产 多些啊 牛嘴 现在 不一定现在 对今天夏天那个 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年 这个时候就刚收回这包米 是不是也是 达不到 因为红粥拿都红一下子 你不红粥 你搞不住 今天那包米是多钱一起卖的 8毛5 8毛5 人家不贵啊 这夏天啊 不会 不会 那怎么这么便宜就卖的呢 到这种 好 着急要用钱啊 啊 这是卖给您的红粪糖的吗 有 红粪糖 刚才听那个种植户号说了一下 他家今年呢 一共是种植了三十种亩地 这个玉米哈 昨天一天呢 用那个收割机啊 全都给收割到回家了 他家为啥着急卖的 因为这个农村呢 现在上秋了 用钱的地方比较多 他也是急需用钱 所以说打回来 收回来之后啊 然后直接就卖给这烘干塔了 然后刚才啊 我跟那个烘干塔的收梁大哥 了解了一下 这个今年他这个玉米 虽然说是一斤是8毛5 卖的 但是他这个包米丝啊 我记得前一阵啊 我家邻居好有一个打玉米 他是存放了两年 那个玉米是娃娃的干 那个一斤呢 是一块2毛5一斤卖的 我还以为这个玉米价格是下降的 不是那样的 这个烘干塔的大哥说了 他现在把这个玉米 收回到家之后呢 需要烘干的 也需要费用 而且呢 他这个产量呢 重量呢 也会掉蹭 所以说呢 现在就是8毛5一斤收的 现在啊 在我们农村啊 就是一左一右啊 开始都大面积的收割这个玉米了 一般的呢 收割完玉米回家之后呢 基本上上仓的比较多 都是放一阵 然后也属于观望一下 玉米的这个价格 但是这个大叔他家呢 照去用钱 所以说把这个玉米啊 然后直接收回家之后呢 直接就卖给烘干塔了 一斤呢 是8毛5 然后也是我们黑龙江鸡西啊 这个玉米的最新价格 你们那边的玉米价格是多少钱一斤呢 然后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呢 评论一下 今天的视频呢 咱们就先倒着了 喜欢我的呢 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